嗨你好我是能杰 我是康祺 这是BFM财经制作的开门建商之开门新趋势 在这个单元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探讨 开门做生意的新趋势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逐渐步入这个后疫情时代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开始要学习跟病毒共存 那么有些人的生活也逐渐恢复到这个疫情之前的状态了 当然也有部分的人是因为从这两年的这个辛苦的对抗疫情的这个生活当中走出来 然后准备要开始去面对全新的生活 可是我们的这个内心它是不是真的能够去适应这个全新的生活呢 那这个话题可能就会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情况了 毕竟在过去的两年我们可能已经习惯了这个疫情的常态 我们讲新常态 所以这个心理层面其他的人或者是我们自己都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来做所谓的重建的工作 其实我就发现了大将出版社在四月份就出版了一本新书 叫做重建新生活 它是由心理学的教育专家 陈欣坚博士他所撰写的 那么这本书它主要是为了给这个年轻朋友或者是献给天下的父母亲 那其实我在看完这本书之后 我觉得其实有一些内容也很适合我们的听众 特别是中小型企业主来参考 我很喜欢这本书的一个核心价值 就是不管疫情如何的改变 我们都要照顾自己和亲友的心理健康 我想也唯独我们能够把自己和周遭的员工 同事的心理健康给照顾好 我相信企业才能够更正向的发展的 好这个时候我们就来欢迎陈欣坚博士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人大家好 是博士刚才我们在开场之前稍微聊了一下 我真的是有被吓到 因为我是看这份访纲 我就知道你是这个来福士大学的心理学系的主任 然后也有一些写作的经历等等的 可是没有想到你可能有一些经历还是蛮丰富的 是不是能够请你先来介绍一下 到底你从事的这个工作有哪一些面向 你要说的是哪一方面的工作呢 可以是从这个心理学的部分 甚至你在硕士的修读方面 可能也跟这个人力资源是相关的 跟我们今天谈到的一些课题可能也是有关联 是 是这样的 因为我这个人就学的比较杂 那么在我大学的时候 我的主修是心理学 但是因为在美国我们可以拿副修 那我副修就是电影电视 那到了这个硕士学位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这个商业的东西也蛮重要的 那我就把这个人力资源管理这个课 也就纳入了我的学习里面 就拿了这个人力资源管理的这个课题 那么到了博士学位的时候 因为我就想到说 让我要回来马来西亚的时候 我必须要把我的学习配合本地文化 那我就回到马来西亚 我就在UTM来修完我的这个博士学位 是 其实陈博士 您是现任的来佛士大学的心理系的主任 然后也是香港基督教辅导学院的课作讲师 也是马来西亚国家注册辅导员 然后看到你很多的现在的工作都是跟心理跟辅导相关 所以我就很好奇 当初是一个怎么样子的原因推动博士 要开始着手写这一本重建新生活 是跟后疫情有关系吗 这个说起来真的非常有趣 因为开始写这本书的初冲 我们说是源于大将出版社的邀约 他是看到了我在这个学海里面 有一个专栏叫做重新得力 也用个新字 那么就觉得说好像很有趣 那么就主要那当时是针对青少年 在疫情方面 因为青少年在这个疫情方面 他们很多的时候 他们的这个心理状况各方面可能不太稳定什么的 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看见 那我就给他们建议我说 不要单单只在青少年 其实父母也很重要 我们不要把父母给忽略了 因为父母在照顾他们孩子的时候 这个劳心劳力 这个不简单 所以我们就把这整本的书 就概念里面就测定了三分之一给父母 三分之二给孩子们 我相信就是除了父母以外 可能父母也有职业方面的角色 然后除了孩子以外 可能孩子也有学生学习方面的角色 所以其实在疫情期间 这些有多重角色多重岗位的人 因为这个封城或者防疫的措施 被迫要关在家里 就会有一些心理上面的压力 比如说有的人会觉得很孤独 或者是一下子失去了很多人的陪伴 或者是朋友的这些谈天的建议等等的 就会彷徨 然后会很无助 所以博士你的观察 其实我们疫情期间 具体有面对了怎么样的心理方面的冲击呢 这个是真的很有趣 当你这么带出来的时候 其实刚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发现到大家都原以为说 在疫情期间 我们被关在家里面 我们可以跟家人更好 那么也更团结 也能够更加融洽 其实事情刚刚好 跟大家所想象的相反 当然在前面的那一段小段的时间 在心理上我们叫做兴奋时期 叫做excited period 兴奋时期 但觉得说蛮好的 我能够整天就在家里面 挺舒服的 怎么不好 怎么好 怎么好的 那么逐渐的 因为久了 人与人之间是需要有接触的 人与人之间是一定要有一定的社群的 这样的一个接触 之后那么开始 人就开始有焦虑了 焦虑的情况是这样 其实天灾人祸 我们都会有焦虑 问题就在于 天灾人祸的这个焦虑 是可以有预知性的 我们可以说地震 火灾 水灾 我们知道什么时候结束 但是疫情是没有 那个预知性的 听到的是第一波 第二波 第三波 到底哪一波才是最后一波 没有人知道 所以开始就很焦虑 那么当他焦虑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就会有一些的 这个心理现象出来的 那什么样的心理现象 一个在心理学里面 我们叫做认知必合政 就认知必合 就是人是倾向于 去寻找一个更容易 达到答案的方式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在这个无法抑制的情况里面 他们就散发出很多的不满 心里面就很不满 在不满的时候 逐渐的就会带出一些的 假想的结果 所以你会发现到 在疫情期间 我们就会看到很多的人 他们就开始散发一些 假新闻 或者是一些幻想式的 一些的答案就出来了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 疫情之后我们打击 我们生活里面 把我们的生活步伐给打乱之后 又有一些不同的声音 出来的那种情况 是 我想要追加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我们在遇到 有这个认知必合症的时候 特别在疫情期间 大家还会出现这种 可能幻想 就是如您所刚刚所提到 这些心理状态的话 那我们应该怎样子 去寻求帮助呢 这个其实不难的 我们要事事求是 我们要找到那个根据在哪里 这个出发点在什么地方 特别是当有人说 某些东西怎么样好 或者怎么样的 能够帮助我们的时候 我们要去寻求 真的吗 这个是要一个很清晰的 一个脑袋去看 不要说人家说 我们也就是说 就随意的转发 OK 是 所以在转发之前 可能就是讯息的传达上面 可能还是要特别的谨慎 那其实在疫情期间 其实很多人 可能因为失去工作 然后收入减少 这个可能就会造成 这些的朋友 他们自信心受到打击 那我想很多人 可能都把自己自身的价值 等同于他的工作 以及收入所带来的价值 我们应该怎么样子 在后疫情时代 去重建自己的自信心 这个是很好的一个问题 这也是很多人 在问我的一个问题 首先我们必须要先 知道一个正确的答案是 这个社会是不平等的 我们一定要知道 不然的话 大家就会觉得说 为什么他可以 我不可以 为什么 很多的为什么会出来 那我们要记得 这个社会是不平等的 比如说我们在 我们的社会里面 我们最需要的是劳动力 结果劳动力拿到的钱 是最少的 有没有发现到 政府一直要鼓吹 说基本工资多少 等等这些 来帮助推动上来 这个我们就要知道 说劳动力是最少 人是不平等的 第二个呢 我们要记得的是 在疫情期间呢 家庭一定会有出现状况 那么当家庭出现状况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记得 跟家人沟通 沟通很重要 你不要忘记 家人就是陪伴我们 一起成长的 家是一个 我们生活的地方 家人是陪伴 我们一起成长的地方 那你要记得 当他们陪伴 我们成长的时候呢 我们要跟他们一起成长 很多时候 我们忘记 我们跟家人成长 对不对 所以沟通很重要 那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就要看到 自己 家人 我们大家 这样的一组的人里面 我们有什么专场 我们可以利用 我们的专场 来把面对生活的 这整个的不一样 来知道寻求答案去克服 第二个呢 我们也要记得 在我们这整个的过程里面 我们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概念 是什么呢 就是要钱还是要命 你有没有发现到 要钱还是要命 因为你想想看 我们要救经济 还是要救人命 你要救人命 你就不能够有经济 你要救经济 你就不能够有人命 哎呀 这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那你要钱还是要命 那你要钱要命 这两个平衡点在哪里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我们要学习 取一个平衡点 所以在取一个平衡点的时候呢 这也是政府 很纠结的一个问题 那当然对劳动阶层 对低收入的朋友来说 可能他们就觉得说 我们要的是钱 对不对 对经济比较稳定的说 我们可能要命吧 这不一样 所以这个概念 一定要先抓紧 要达到这个平衡点 其实很难 因为你只要是跟人 只要涉及两个单位 你知道就很容易出现这个分歧 所以其实病毒也 慢慢的在疏离 人跟人之间的这个信任感 尤其是像你如果真的感染了 或者你不幸确诊 可能你自己会自责之余 别人也会怪你 那你的家人会觉得 你给家庭带来麻烦 带来风险 你的朋友或者你的同事 也会觉得说 哎呀 我跟你密切接触 你看你一个病毒 就拖累了我们所有人 这样子 所以这个心理上面的距离 可能也疏远了 有没有什么样的办法 是可以让我们现在 进入这个地方疾病的 这个状态之后 我们可以去重建 这个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的呢 是可以的 因为我们看到一样东西 为什么人跟人之间 一听到说同事朋友之间 有人有感染的病毒 大家就会很紧张 因为这是一个 两个很基本的反应 第一个反应什么呢 我们叫做可得性偏差 什么叫可得性偏差呢 可得性偏差就是在评论的时候 我们先浮现了自己想要的一个答案在里面 所以我们就可得性偏差 你看通常我们两个人吵架的时候 我们都会说 我的东西是对的 你的东西是错的 有没有 为什么会有这样 不管吵架也好 或者是征求答案也好 都会有这样 那这个是可得性偏差里面带出来的 第二个呢 是显著性的偏差 什么叫显著性偏差呢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在看一些的事情 看一些的事态 我们会明显的关注在一些突出 或者是冲击力的事情上面 其他事情我们不会特别注意的 所以你会发现到 当我们在生活里面 我们对坏的东西特别有敏感的 对不对 特别敏感的坏的东西 当我讲你坏的时候 我特别敏感 但是当你对我好的时候 我就应该的啦 也没有什么特别感觉 你可以对我一百次好 但是对我一次坏 我就永远记得 这叫显著性的偏差就出来了 所以隐身了这样的一个概念之后 我们就看到一样 我们要不要自保 人当然会自保啊 那他自保的时候 他就会采取一些的隔离的方式啊 观望的行为啊 等等这些出来了 好我们在讲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了说 当同事或者朋友之间 他们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做 不要忘记 每个人都会有机会 疫情来了 每个人都有机会得病的 不是你有什么专长 或者因为你打了疫苗就没事 对不对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要了解 我们要去了解 要去了解 要去沟通 要去与一个同理心 来看待这个事情 当我们这样的心情 来去看待的时候呢 我们会更加的能够了解到 当事人 他本身 他的心里面 他的感受是什么 多少人是因为自己得病了 不好意思告诉你 因为怕被怪罪 怕说 我变成了千古罪人 变成是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要很注意这个过程 那当我们能够一个同理心 对待我们的同事朋友的时候 他们就会更好的来与我们沟通 他更加敞开心怀 当更加能够敞开心怀的时候 我们大家的这个 才会更好的平衡 是而且我觉得这个沟通 是很需要技巧的 因为有的时候 可能同事跟同事之间 大家在互相害怕的时候 你要去思考到说 其实你害怕的是病毒 并不是这个人本身 那有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要求 有很多的防疫措施 或者是希望说 在办公室里面 人跟人之间的距离更远 或者说 你用过了这个会议室 然后我接下来就不用 等等这样子的一些的说法 跟讲法提出来的时候 有的时候 他还是蛮破坏同事之间 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因为大家很像 在互相提访的时候 那个关系可能就会 变得非常的尴尬 甚至有一些人 他就觉得说 那我干脆 我就不要回到公司上班 所以现在也形成一个 员工跟老板之间 互相的拉扯 老板当然是很希望 员工可以回来公司上班 你在我看得到的地方 看到你努力 但员工又很害怕说 公司有这么多人 会不会被感染到这个病毒 所以这个疫情期间 我们看到 劳资双方的关系 也变得比较紧张 那杰文博士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子 去更有效的沟通 让这个劳资的关系 不会这么紧张 这个是很好玩的一个情况 其实并不是因为他们怕感染病毒 所以他们说我不回公司 当然有部分是这样 但很多时候你发现 这个是因为人人都要自保 这个是无可厚非的 但很多的时候 他们不要回公司 是因为他们觉得说 我在家里上班很舒服 你知道吗 又不用同情 对 免了塞车很多的困扰 但是问题是他也很痛苦 因为在家里上班的时候 你上网 就网上会议 其实很多时候 很多工作就出来 大家就会很累 大家就会觉得说 很多东西怎么办 要为了让员工跟公司之间 能够建立更好的关系 有一个比较好做的方式 就是公司尽可能 跟员工之间有了解 搭配 在这个时间方面的 可能说规定 一个星期里面 会有哪些时间 我们必须要回来 那么就尽量利用 那个回来的时间 那么尽量是减少 员工回来的时间 部分可能会有部门的关系 可能某一个部门 这次是这个部门回来 下一回是这个部门回来 用这样的一个轮替式的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hybrid 就是复合式的 这一种工作的方式 这个紧张的这种的情绪 可能就稍微得到舒缓 我觉得跟博士 这样子聊下来 其实有一点 把我带进那个回忆当中 你知道吗 像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对于这种新常态 会有那种兴奋感 觉得在家里工作很舒服 然后很多新的这个 我们从来没有面对过的事情 可能我们会觉得便利 可能我们会觉得 突如其来的 出乎预料的 可是疫情发展到今天 都两年多要三年 然后我们也开始什么 地方性疾病啦 等等的这种 过渡期 与病毒共存啦 是 很多不同的新的状态 已经确立下来了 所以可能有一部分的人 他就觉得说 我们已经习惯了 但也有一部分的人 他是会觉得 我可能还是有一点 没有安全感 我可能还是有面对一些 心理上的焦虑的 那我们应该怎么 自己去调试这种不安全感 如果你记得 尼采 这位大门学家吧 或者哲学家 他说过一句话 他说 杀不死我的 都会让我变得更强大 真的是这样 我们就说吧 我们在疫情期间 能够有感染到病毒的 或者没有感染到病毒的 不管怎么样 你都要存着一个感恩的心 因为你没有感染到病毒 证明你的身体非常侥幸 感染到 你也存感恩心 感恩什么呢 感恩啊 我还活着 对 我们不是进ICU 即使进ICU 我还能够活着出来 如果你没有出来的话 那你不用感恩了 因为已经 没机会感恩了 你知道吗 好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要保持什么呢 这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保持一个正能量 Positive thinking 我们保持一个正能量 因为这样的话 才能够为我们的存活 献上感恩 当你能够 为你的存活 献上感恩的 那一个过程里面 你会发觉到 你每一天都活得很有价值 不如一样 了解 我想如果这个疫情 它真的是教会我们什么的话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它让我们学会去如何 在面对到这个重大的人生的 一些变故 或者是社会的转变的时候 我们要如何去面对它 可能有些人学到 可能有些人没有学到 既然博士在现场 我想在心理层面上面 我们应该在未来 如果又遇到了类似这样子的 或者是其他不同的这种 社会变故的时候 或者人生很大的变故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失去亲人 或者说我们遇到了很大的生活的转变 我们必须要就是马上的改变 我们的生活的模式的话 我们应该要如何用比较健康的这种心态 去面对这些改变 我们就先要确认一样东西 我们大家要有一个共识 就是人都是脆弱的 人都是脆弱的 金风一吹 什么都归无有 对不对 那所以呢 要面对的时候呢 第一个必须要了解 就是我们要珍惜我们的家人 我们以我们家人的那个共处的时间 不要忘记 今天我们不管你怎么的了不起 你都会退休 退休了之后你就起不了了 对吧 那但是家人是陪伴我们一起成长的人 这个环境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他们的出现 他们的共存是非常有价值的 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事情 这解释的为什么很多的时候 其实我们讲一个题外话 现在很多地方 他们开始涌现一种叫做离职潮 什么叫离职潮 大家不要在原来的工作岗位里面 继续工作 因为他们发现到 我这个岗位不健康啊 我跟我家人的那个关系疏远啊 那现在我要的就是要跟我家人的 关系的那个的配合啊 所以他们就离职 他们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要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要建立一个健康的一个心态 我们的心态呢就是 我们发现到我们的这整个 我们跟家人之间 我们要该怎么样的 很好的跟他们沟通 我们有什么叫做 有话说出来 有话好好说 并不是跟他大吵大闹 对不对 我们就能够把 征求对方的意见 跟他一起的沟通 用那种有话好好说的 那种心理沟通 那么另外呢 我们也发现到我们的国家 是越来越重视心理学 这个是值得庆幸的 你看我们的国家 有这个叫做政府的 这个辅导机构 辅导部的成立 对不对 那么你也有好多的时候 报章啊 媒体啊 对这个心理学这方面的重视 比如说 雪海 近期他们的 我的一个专栏 就是重新得力的那个专栏 那里面就是 讲到心理学那方面的 我们看到这些的东西的成立 是对一个国家人民 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这样的话 我们才能够从不同的角度 来批齿的学习 能够让自己的心理 生理更加的健康 那你看我们早期 我们在成立的时候 很多大学 说读心理学 大家觉得很奇怪 你知道吗 特别是我在话说当年 我去读心理学的时候 我爸爸妈妈他们呢 就抓头 他说到底心理学读什么 没听过 但今天呢 孩子们他说要读心理学 很多时候家长会说 这个不错啊 这个可以啊 是这样这样 我们看到这个健康的情况 我们逐渐的出现 是 我觉得博士 我想从你的这个分享里面呢 我能够得到的一些启发 就是说 其实工作是一时的 或者是我们的财富 可能是一时的 但是我们的家人 身边陪伴我们的这些人 生我们的父母 或者是我们自己的小孩 他才是一个 可能比较长久 我们需要去经营的 那么在面对这些变故的时候 他们是比较能够在身边 跟我们一起去经历 以及陪伴的 另外就是说 如果我们真的是在未来 遇到变故的时候 在心里上面有一些 过不去的地方 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去找一些 相关专业的一些的帮助 或者是辅导呢 当然如果你这么问 我又是在这方面专业 我一定会告诉你说应该啦 OK 我不敢告诉你不应该 那如果告诉你不应该 我就没饭吃了 我是也非常的坦白 是 非常诚实 那其实呢 更应该做的什么呢 有三五知己 能够寝吐心生 那才是重要 是 那个才是重要 因为通常你能来到 这个专业人士的 那个辅导空间的时候呢 那个已经是死马当活马一的时候 OK 那个时候已经可能在后期了 很多时候很多的东西的发生 跟发展呢 是前面 你有人抒发你的情感的时候 其实很好地度过的 70%吧 我这么估计吧 那个情况是 我们可以找一个朋友来做抒发的 那家人就是其中一个 家人啊 朋友啊 你说我是单身 怎么会有家人有朋友呢 那你就有朋友 可能你就可以跟他 那我又很孤独的 可以找到一些 可以当做家人的朋友 是 也是可以的 那即使是都没有的话 养宠物啊 宠物也可以啊 是好像有一个寄托这样子 对对 要找到另外的一种抒发情感 和情绪的这种途径 是的 这个才能够比较好 因为我每次把它形容成 好像就一个热水壶 你煮的水很滚的 你总是要一个出口 不然的话 就会把那个热水壶就爆了 那就更危险了 是 我想今天可以给 企业家们的一个启发就是 要多跟家人相处 家人朋友 可能比你的企业 还要来的重要 要更多时间去经营他们这样子 对 好 当然我们也是希望说呢 大家在听完这一集节目之后呢 也可以去拜读一下 尤城博士写的这一本 由大疆出版社 四月份出版的这一首 重建新生活 希望带给大家在这个疫情 后疫情时代 或者是我们跟病毒共存的这个时代 让我们更能够了解说 如何去重建我们的新生活 是 谢谢陈博士 谢谢各位 开门建商之开门新趋势 是BFM财经制作的节目 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 财经.my BFM的网站和手机应用重视 以及各大podcast平台 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 都可以PM到我们的脸书专页 Instagram或者LinkedIn 开门建商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